北辰兄看成在开玩笑吧 帮王先生护行大可不必 感叹由于绿营人士为了抢救 益川大兵聊了去 最新这位是于北辰 在王益川称 所谓监控资料是用膝盖响的之后 于北辰直接表示 电视前面不能乱讲话吗 有多少名嘴在乱讲 难道是认证王益川在唬烂 也当NCC没用了 不是没有用 就是他们家开的 所以陈耀祥也不管了嘛 陈耀祥讲了嘛 这是鸣嘴有鸣嘴的评论风格 但注意 我当时那60万你要不要还我 NCC又双标了 只是为了护航于北辰 搬出大清律例 称王益川只是假设好像没罪 甚至反问监控怡云有受害者吗 轻鸟有人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吗 这就是国家公信力受到伤害啊 比威权更威权 比极权更极权 你还有什么资格去嘴共产党 于北辰护驾没成功 自己也引火上升 下周日赖总统将到凤山 陆军官校主持庆祝黄埔建军百年 陆官出身的于北辰跑到粉砖留言 没收到邀请函 要对方反请查照引来不少批评 以他陆官59期的同学来说 其实都已经唾弱他甚至于背离他 因为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叛将 因为我们通常这个黄埔的子弟都是共同在维护中华民国的 可是呢 以于北辰来说 他已经去加入了 主张台独的这样的一个团伙了 于北辰跟王毅川呢 两个人的这个名字加起来呢 其实又是沉船的一个意思 天将抢救天兵 注定行动失败 记者郭先生赵良好台北报道